大家好 欢迎收看听卵大哥的 这个礼拜一 我们的现场直播 现在开始 今天港股收盘大跌1030点 港股里面的重量级的股票 全数大跌 包括最重要一档港交所 居然收盘可以跌了9.5% 另外恒生科技板上面的重要股票 全数大跌 比如说腾讯跌了8.5% 阿里收盘跌了11.28% 接近12%的一个幅度 另外小米也跌了8.5% 此外在澳门的 在香港挂牌的 这种独场股娱乐股 也全面大跌 银河跌了8% 新豪国际也跌了7.5% 还有就是地产股也全面大跌 像是荣湖跌了14%之多 碧桂圆也跌了8%之多 那港股之所以暴跌 跟台股今天大幅的开高走低 其实是同样的背景 那尽管美国股市在上周五大涨 引领10月 美国股市似乎有一个准备要反弹的行情 但是今天台港股市完全没有跟上美股的节奏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20大出来的政治局名单 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让大家感觉到压力沉重了 那这个压力当然来自于就是说 现在目前整个所谓地缘政治的风险 对金融市场所产生的直接的影响 包括今天台股的下挫 也使得台币同样 今天也是走弱了一个行情 或者说我们讲说台币根本就是 毫无要升值的一个 这种趋势跟方向 就持续的在往贬值的路上走 那资金持续在外流 那同时呢 今天股市的这个开高走低 也再次告诉我们就是说 台股的卖压是非常的沉重 包括港股的卖压也是极其沉重 香港恒生指数这一次呢 从去年的高点三万一千点 跌到今天已经剩下一万五千点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下跌 那这样的一个惨烈的下跌呢 同样的告诉我们台股后面的形势 是不乐观的 尽管美国股市有机会 可能最近要走出一波反弹 但是呢 这个似乎台港股市完全没有联动到 那我们刚才讲说 美股的反弹 大家也不用看得太这个太重了 我个人觉得美股的谈生就毕竟是谈生的 后面还有全世界更多的金融的问题 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叫做 金融风暴一触激发 联准会暂时的拆弹 但是未来呢打一个大问号 那接着在上周五啊 这个美股一开盘的形势是非常紧张的 最主要是在债市 这个10月21号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一度 上冲到4.33 这个创下2007年11月以来的最高 那日元呢 也应声突破了151 接近152 这个是32年来 这个日元对美元汇价的最低 所以一场 这个由日元所引爆的汇市风暴 以及呢 从美国债市所将引发的这个流动性风暴 正准备要爆发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数有啊 所谓FadeWire 就是联准会传声筒之称的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御用记者 这个Nick Timmers 这个人呢 他就撰文说啦 他说呢 联准会可能会考虑 这个12月的这个升息的幅度要缩小 那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啊 一定是联准会放话 透过这个所谓联准会的传声筒 对外释出的讯息 而就在这个讯息释出不久之后 我们看到旧金山的联储局的主席戴笠 也有同样的说法 他说呢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可以开始考虑 要放缓升息的时候了 那这一连串 美国的联准会后面的高官的发言 那再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报道 就使得市场出现了反弹了 那美国十年级国贷持续有从高点往下压的一个状况 暂时解除了一场可能要爆发的金融风暴 事实上这个金融风暴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就在上周五 联准会大家看这个情势很不对劲 赶快透过媒体 透过特定的官员出来放话 让市场可以暂时解除这个危机 同时呢 再配合几只大手进场脱市了 把这个股市再次把它撑起来 以免呢 就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 就整个金融就要崩溃 那联准会放话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12月升息三马的几率大降 我们这边看到三个走势图 这个走势图啊 大家可以看到 都不约而同的在这个10月13号 大幅的往上窜升 也就是说呢 10月13号发表了这个CPI之后呢 大家对联准会后面升息的预期 大幅的提高 包括呢 今年11月 今年12月跟明年2月 连续三次联准会的 这个升息的预期呢 都大幅的提高 那尤其是这个今年11月跟12月 连续两次联准会的议席会议呢 预估呢 都会升三马 那这个11月升息的几率呢 在这一次 这个联准会对外放风之前 甚至来到了99% 也就是说呢 下周 这个联准会升息三马 已经是铁定的事情了 那至于说12月升三马的几率 也来到了六成 那就在上周五 这一连串的放话 再加上官员的谈话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升息的几率 很明显的往下掉 即使是这个11月 都出现了略为下跌 往下掉的一个情况 那12月掉的情况更明显 那同时呢 明年2月 就升息两马的几率往下掉 那原本预估啊 这个是2月升息三马的几率呢 掉到只有三成 从原先 大概差不多五成左右呢 掉到三成 这市场呢 大幅的这个开始啊 对于升息的预期 消退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使得美国股债市 往上弹升了 那不过呢我们要讲说 尽管啊这个最终利率的预期也有往下调啊 大家看到上面这张红色线啊 呃他是往下掉了差不多有一马左右啊 也就是说原原本市场预期明年美国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最终的利率呢大概是在5%左右啊 那现在目前掉到了差不多4.844.85这个附近啊 但是呢预期降息的几率呢也在下降 各位看到下面这条绿色线他是在往上升 他并没有往上往下掉 也就是说 呃下面这条线他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市场预估啊 明年大概也不会降息 所以呢现在目前市场气氛是这样 也许升息的幅度会稍微往下调 但是呢 你也你也甭想这个明年会降息了 现在市场的一个预期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呢就很明显就是说 他是在上周五 这个一整天啊 美国十年级国在职日率的一个走势图 各位看到我十字游标线所标出来这个地方啊 就是呃4.33 这个可是2007年11月来最高 如果说这个美国十年级国在职日率在上周五持续往上飙升 失控式的这个所谓的价格大跌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会引发 那一场这个美国在世的这个所谓流动性风暴 就先前我们节目有讲过 叶伦一直在警告的这种所谓流动性的问题呢 就会爆发出来 那当然联准会不愿意在习中选举前见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呢 透过特定媒体再加上透过官员放话来 试图扑灭这场可能的危机 就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即将要触发的金融风暴的危机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当口上的转弯了 那这个转弯到底有没有用 他是不是真的能把这个呃 美国的问题以及全世界金融现在目前 遇到这个严峻的问题给扑灭呢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办法 我认为那他只是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的目的呢 就是第一个11月的渠中选举 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能拖久多多久算多久嘛 因为能拖就代表有人的资金可以逃掉嘛 这从这个比较所谓呃 私人方面的角度来看 一定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趁机要跑嘛 就像台股今天一开高 为什么卖压这么沉重 当然就有人知道 这个碟市还没有结束嘛 所以在这边呢就尽量的抛股票嘛 同样的这个港股也是一样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说一个熊市产生 一个牛市产生 他起来必有志啦 他背后一定有他触动的力量 跟结构面的因素 如果这种所谓的根深蒂固的 触动的力量跟结构面因素 没有办法消除的话 你甭想这个地方呢出现转折 那什么样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现在目前台湾处在一个地缘政治 极不稳定的一个情况 包括香港也是一样的这样状况 就源自于在上周末 这个二十大出来的这个所谓政治局 跟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各位看到出来这个名单 清一色全部都是习家军 代表什么 代表习近平 他势必要再做十年了 那再做十年 他这十年会做什么事情 他所摆出来的这个七常委的名单 全部都他自己的人 团派也消失了 江派也消失了 完全没有制衡的力量了 那现在是这个所谓一党一人独大的一个天下 那当然这个习近平主席 习总书记他要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要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路港股 这个台股跟港股今天会大跌的背景 以及为什么美股 就算上周这样的一个上涨 都拉不动台股跟港股的一个原因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是美国十年期 国债殖利率今年的走势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走势 对不起 这是英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走势 我们这上面字要改一下 这是英国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走势 除了这个美国国债市场有问题以外 就有流动性的问题以外 英国的国债市场的问题也更大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英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从1%的殖利率 一路上升到最近超过4% 那这一段的殖利率大幅的上升是很罕见的 导致了英国国债呢 现在目前可以讲说是投资机构 投资人亏损累累了 那其中亏损最多的 甚至是用到五倍到六倍杠杆的 这个英国养老基金 那过去英国养老基金 长期在英国利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之下呢 大赚其钱 运用杠杆运用的是越来越 称心如意 这个赚的钱是越来越多 但没有想到一场殖利率大升的情况呢 使得呢 他不但是把过去赚的钱 全部吐回来 甚至连本金都大幅亏损进去 这个所谓的LDI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种驱动模式 这种这种负债的驱动模式的这种 所谓养老金他必须要兑现的这样子 未来的一个这个现金流要兑现 折现回来现在目前的价值 那导致他现在必须要去补足这个所谓亏空的保证金 那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英国的养老金只有能卖手上的资产嘛 这个越卖这个手上的资产 要去补这个银行的保证金的大洞 那又越会使得英国国债的这个价格大跌 值率上升 所以呢 逼得英国央行必须要出手 这个阻挡这场的这个金融风暴的发生 所以英国央行宣布进场购债 就是这样整一个环境的背景 大致说给各位了解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问题就是说英国国债这场风暴真的止歇了吗 我们看到后面是不是会重新席卷而来呢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呢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目前全世界各处都是危机 美国有美国的危机 英国有英国的危机 亚洲亚洲的问题 到处都问题 这是很很少见的 也就是说呢 全世界每一个经济体都有问题 这是很少见的 那所以这也使得我们必须要更提高 另外英国十年期国债的价格 我们刚看到殖利率从1%升到4% 那今年的价格跌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告诉你什么 今年以来它跌掉22.45% 各位想想看买债券跌掉两成是什么概念 你会去买债券 你会去买债券 你就是完全冲着那一点点利息 你就是为了保本 结果没有想到保本不成反而 今年还没过完就赔掉两成多 那这对一般投资人都难以承受的 更何况对那些养老基金 退休基金 主权基金它怎么承受啊 他们怎么承受 他们这么大笔的子弹 这么大笔的钱呢 一亏亏掉两成到三成呢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整个这种所谓的大型基金 在在市上面所承担的压力也非常的庞大 那当然大家会想到说 那我会不会后面还要更大的亏损 那如果我现在不卖一点的话 我后面是不是等了被别人来踩踏 如果说呢 再次出现这种不断的卖出 大型机构争相卖出的踩踏事件的话 哇这个流动性一触即发的危机 就非常的可怕了 我们看两档ETF 这两档ETF呢 一个是全球债券的ETF 叫做BNDW 今年从高点80块美金 居然它可以跌到65块美金 另外一档呢 这个BND 这BND呢 就是美国债市的ETF 我们刚刚看到BNDW 它多了一个W BNDW 多一个W 这个W就是Wall的意思 就是全球债券 那如果是只有BND 这个TIC的话呢 它就是所谓的美国债券的ETF 这是两档Vanguard 很重要的这个ETF 债券的ETF 你可以看到BND也是差不多 今年从高点的85块钱美金左右 跌到低点是破了70块美金了 买个债券的ETF都亏这么多 你想想看 这个投资人怎么能承受呢 看到这样子的 无止境的持续下跌 如果债市殖率 债刑的大幅上升的话 那这个对股市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这为什么在上周五 我们要跟各位报告 美股会出现一个扭转 那最主要就是联准会也坐不住了 联准会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 这样的风暴 准备要爆发了 所以必须要透过特定媒体 跟官员出来放话 但是我刚刚有跟各位强调 他也就不过是暂时的 要去止住这场风暴的企图而已 是不是真的能把这个隐性给拆掉 这个炸弹能把它挖掉 我看这个问题还没那么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刚刚讲国债暴跌以外 我们知道这个债券总类非常多 有新兴市场国家债 还有主权债 还有呢就所谓的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跟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有一大堆的债券 还有金融债券 很多债券 那这些债券呢 过去买的人就是说 我把钱借给这些机构嘛 发债机构 不管是发债的也是国家嘛 我把钱借给你 我都期望就是说 你可以还本跟复习给我 那我买这些公司的债券呢 我都希望这些公司呢 他们到10年20年到期了之后呢 他能还本跟复习给我 我们所祈求的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祈求一个稳定跟保险的 这种所谓的 现金流动的工具嘛 流动性的一个工具 那债券过去呢 在正常情况之下 买进也是可以卖掉的 就在刺激市场 它是可以卖掉的 只不过因为卖掉 它会有一个折现的问题 所以说通常你都卖不到 你买的价位 除非你的债券 已经是快要到期了 越快要到期的债券呢 你才能越贴近所谓的票面价位 如果它是这个才刚开始发行 还有十几二十年 要到期的债券呢 它通常都是大幅折价的 所以说在买债券的同时 你就必须要考虑清楚 你是要持有到期的 那大部分会去持有到期 在债券都是这些 很保守的投资机构 不然是管退休金的 管什么养老金的 要不然就是管一些 什么劳工基金的 都是这些机构 要不然就是呢 这个受险公司 他收了一大堆这个客户的保费 二十年后 他要这个把保费 客户缴的这个保费呢 付给这些客户的 那他当然也就是买一些债券 去锁定他的这种 所谓的未来的一个 现金流的这个支付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锁定他 好那问题是什么 过去这么多年来 因为全世界利率持续下滑嘛 那下滑的过程中呢 这些买债债券的机构 法人都大赚齐钱 因为利率下滑 就等于说这个债券的价格会上升 因为利率跟债券价格之间 他呈现一个反向的关系 所以利率越下滑 债券价格涨越多 那当他涨越多的时候呢 这些债券就越值钱 那越值钱他可以怎么做 他就可以把这些债券压给银行 压给银行之后呢 再去跟银行借钱来 再去融资来 再去投资更多的债券 或者说再去买一些 这个股票房地产 就是这样子 去扩大他的这种所谓 从债券上面所产生的 这个固定收益之外的 一些其他投资的收益 而使得呢 他这个基金可以更壮大 全世界所有的这个 玩债券的法人 都是这样在玩的 所以他们都开始扩张杠杆 运用什么IRS 这个利率互换的这种 这个这种工具 去锁定他们的所谓浮动利率 跟长期利率之间的一个风险 就跟银行在做这种交易 那过去这么多年来 这种交易都做了顺风顺水的嘛 都做了这个赚了这个 满口袋的钱嘛 那没有想到今年 今年这个债市的大崩盘 使得呢 他们过去这么多年来 赚了钱不但一口气吐回去 连本都要吐回去 比如说英国养老基金 他买那个英国的 30年期的债券呢 他现在已经亏掉了50%了 你想想看 才一年不到的时间 他已经把本都亏掉50% 那还得了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呢 这些接受他们抵押债券的银行 就要你补足保证金 你不补保证金 我就要把你断头 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这些 参加你这种退休保 退休养老基金的这些英国人呢 他们10年20年后要退休 你要把钱拿给他们的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已经是快跳楼了嘛 所以导致了这个英国国债市场的风暴 那回到这个美国的所谓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跟非投资等级公司债 现在状况也非常的不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张图 上面是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下面是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都是一个全数大暴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国债市场暴跌之外呢 公司债的这个不管投资等级 非投资等级都暴跌 尤其是各位看到 过去我想买一个投资等级的公司 在总不会违约吧 没有想到今年居然可以从140块美金 跌到了只剩下100块美金 甚至连100块美金都跌破了 你想看他跌了有多重啊 那非投资等级的也是一样 从这个90块跌到了72块 双双都出现了这个资本大外逃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也非常吊诡的一个现象 美国两年期债券的殖率已经高过现在目前S&P500的股息殖利率 而且高过是280个点 他不是高过一点点 他是高过280个点 高过280个点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现在买债太划算了 股息殖利率 现在这个美国两年期的这个殖利率高达4.5左右 你扣掉280点才是你去投资标准普尔的这个股票的殖利率 那你当然是要弃股重债了对不对 从固定收益的角度来看 怎么会有人放的4.5%不要去买那个不到2%的工具呢 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然要弃股重债 但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所谓弃股重债 债券还持续大跌的话 那不就告诉你后面有更大的风暴吗 所以懂得内情人在这个地方连4.5%都不要 他要拼命奔逃出去这个市场吗 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反过来看 也就是说如果 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 先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如果英国跟美国国债殖利率 不能止跌 不能只升回跌的话 我认为后面 全世界的金融风暴的问题会很严重 会一触即发 而且会可能超乎大家想象的严重 如果但我这样跟各位讲 但书是这样 如果 如果 如果连联准会现在目前这样出来拆弹 试图平息风暴都无效 后面美国10年期国债殖利继续大幅上升 英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殖利继续大幅上升 我会建议大家 包括我建议我自己在内 我们要非常小心 非常谨慎去应对未来全世界金融 跟经营市场的情况 可能会有我们不知道更大的问题在后面 但我这样讲如果 后面的这个利率开始出现回跳了 就是说 我们看到4.33美国10年期国债殖利率 就是一个高点 它开始慢慢开始往下掉了 然后英国国债殖利率4% 10年期开始慢慢往下掉了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喘口气了 就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渐蓄可能要恢复稍微正常 也许这个风暴可以躲得过 所以现在是目前 depend on 你就是持续观察 美国英国 这个国债殖利率 你持续观察日元 后面的走势 因为在上周五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 联准会出来猜断以外 日本央行一看联准会 开始要出来猜断 我认为他们之间都有沟通的管道了 日本央行马上出来 再次干预日元 因为当时日元已经快扁破152了 这个日元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一个所谓泡沫危机 当时快扁破152 还记得吗 在9月20几号的时候 当时日本央行曾经一次 一天砸下200亿美金去捍卫日元 但是没有两三天 日元就又扁回去了 这一次我也不知道 日本央行又砸了多少钱 去捍卫日元 就是说在联准会出手的 那当下日元也开始出现大幅的回升 然后市场就开始揣测是日本央行又进场了 日本央行又第二次的干预会市了 而使得日元从接近152的低点 一路升到大概146左右 但最后又扁回去了 最后大概又回到了 大概只有升了不到2%的一个情况了 当天收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那所以我们就要观察几个重要的信号了 一个日元能不能守住 这个152的防线 第一点呢就是152不要破 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率 三十年期国债殖率不能再继续升了 这两个东西呢 如果呢我们看到它都处在一个 开始出现了这个日元不再破底 然后呢英美国债不再破底的一个状况之下 所谓不再破底是价格不再破底 殖率就没有再上升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稍稍喘口气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金融危机仍远未消除的 第一个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一触即发 这个是叶伦讲的 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公开出来警告 美国国债市场有27.3兆美金之大 另外英国1.6兆英镑的国债的LDI危机 也没有解除 这个所谓负债驱动模式也没有解除 那全球央行都面临流动性的危机 包括这个最新报道 瑞士央行已经今年最近第三次 跟美国联准会做货币互换了 瑞士央行这次一掉 掉资金掉了110亿美金 他掉那么多资金干什么 瑞士央行为什么那么缺美元 事实上不是瑞士央行缺美元 现在全世界央行都缺美元流动性了 这个全世界资金都在干涸之中了 瑞士央行恐怕后面就是瑞幸的问题 还有瑞银的问题 另外各类债券评价大跌 长期的养老金退休基金 主权基金都面临巨大的净值减损的危机 瑞幸现在是到处在找资金救援 又跑去中东又跑去哪里了 大家看到这个报道都出来 还有各国房产市场的利率上升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遥遥欲坠 所以这些危机都没有消除 这个是瑞士央行在向联准会交换美元的走势 各位可以看到最近居然一换换了110亿美金 先前已经换过两次了 所以我这边稍稍做一个结论 第一个我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全世界现在目前状况会是这样子 引导的引爆引锁线是什么 这个导火线是什么 当然就是所谓的利率 利率是什么 利率是货币的时间价格 货币是有价格的 他在时间下面呢 他的价格就是利率 那利率越高就越不利资本扩张 反之呢利率越低呢 资本就越泛滥 过去几十年来 大家都享受低利率负利率 都是资本泛滥 钱满为患 到处去投资 投什么赚什么 现在呢开始做双紧缩了 这个从价从量的这个 不但把利率提高 也把这个货币 这个供给量再做紧缩 所以这样当然不利于资本扩张 所以金融市场的泡沫 终究是被戳破 那利率呢 又有明目利率跟实质利率 什么叫做实质利率 实质利率就是明目利率 减去通货膨胀率 所以关键就在通膨下不来 物价下不来 因为通膨下不来 物价下不来 利率呢 当然就要往上抬嘛 那利率越抬 那当然就越不利于资本市场 那明目利率 必须超过通货膨胀率 货币才有时间价值 否就是减值了嘛 也就是说你这个货币 如果你的本身的这个利率呢 就是你的价格 不能超过通货膨胀率 你放再久 你越放越久 你的钱就是越少 所以当然联准会 要把利率拉过通货膨胀率 现在通膨胀率是多少 现在通膨胀率6% 除非通膨胀率下来 不然联准会 终究升息要超过6%了 不然的话 他货币是没有价值的 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联准会 也许能透过媒体 暂时告诉你 他升息要放缓 他的终究 他才是要升的嘛 是不是 所以介意就是为什么 市场预期明年不会降息 他怎么降 他仅能跟你讲 我升少一点 他怎么降 除非通膨大幅下降 那我们就要去 看通膨到底能不能大幅下降 如果通膨不能大幅下降 那苦日子还后面 那利率高低 跟各类资产价格 有绝对的关系性 所以这个是你 脱不了的一个关系性 那利率高低 跟景气循环 也有绝对的相关性 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就把这个利率 到底是什么利率 利率这是什么东西 告诉各位 让各位呢 从利率的角度 通货膨胀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现在所处在的一个金融 跟经济环境 是什么样的环境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这些金融危机 会一触即发了 为什么房市 都会遥遥欲坠了 你就很清楚了 再加上现在全世界还有更麻烦的 所谓地缘政治的风险 这些东西就不是所谓一般经济 跟金融市场的条件可以评估的 我也没有办法跟各位讲说 这些东西怎么评估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讲说 这种系统性风险怎么评估的 所以这就是让人头痛的地方了 好 那我想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 以上所提供的讯息 给各位参考 美股应该要谈了 我跟各位讲 再多讲一个好了 10月份标准普尔500指数 到上周五收盘 它总共上涨6天下跌9天 各位看一下 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过 美股只要出现2%以上的涨跌 叫做大行情启动 这个10月份很不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 虽然涨6天跌9天 跌的天数大于上涨天数 但是你可以看到表现 标准普尔500指数 到上周五收盘 它全月是涨4.66% 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跌的天数多 上涨天数小 它可以涨快5% 最主要原因是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了没有 大于2%的上涨的天数 高达5天 当然它有大于2%的下跌天数2天 但是不成正比 所以我告诉你 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就是说 美股从10月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 它居然有5个交易率 它上涨的幅度是大于2天 甚至有一天是涨3%以上了 照来讲应该要启动一个多头反弹 尤其是其中选举过后 我们过去的经验 11月12月美股通常都是不错的行情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美股该涨而不涨 我们现在看到 我现在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它应该要涨 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 从过去的历史的经验 循环的结果来看 它应该要涨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它不涨 后面必有大事 也就是说它应该要涨 但是它不涨 后面必有大事 我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我就是说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涨 我希望它涨 我希望至少能涨 一个月到两个月 让多头喘口气 让大家能减少损失 能赶快套现的快套现 那我希望能涨 但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涨 但是我也只能跟各位讲 它如果不涨 它后面必有大事 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